大家好,今天在国内的知乎网站上 有一篇文章在国内广泛的传播 这个文章的题目是产业链转移已成定居 它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讲述了一下 现在中国外贸面临的情况 就是从各种数据我们来看 现在外国的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已经成定居 实际我们身在国外就是到商场去买东西 这个感觉非常深的 从川普开始 这个中国制造的东西是越来越少 到现在呢可能就更少了 当然这个少是相比较而言的 那它比别的国家还是多 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 那比以前就是少了很多 比方说以前你去买衣服买鞋子 你看都不用看 那肯定是没定参与的 但是现在呢这个就不一样了 从这个文章统计的这些数字来看 现在中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产业链呢 已经移走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呀 这个庆丰帝呀 用十年的时间呀 把中国四十年的过运就办完了 从此我觉得啊 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 再想碰到一个高峰 那就是非常的难了 谁会天天有好运呢 何况说一个流氓政党呢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把这篇文章啊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文章的题目是供应链转移已成定局 一切都逃不过统计规律 以下数据显示 供应链正在快速转移出中国 一2019年欧盟投资多南亚61亿欧元 2021年欧盟投资多南亚265亿美元 增长强劲 这个作者他散出他的观点呢 他就是拿统计数据来说话 他的观点就是一切都逃不住统计的规律 二 2022年印尼年出口增长29.8% 泰国2022年出口增长8.1% 菲律宾出口增长13.2% 三 越南2022年GDP增长8.02% 其中制造业增长8.1% 服务业增长9.9% 四 中国2023年春季外贸订单总体下降40% 其中传统产品下降50% 此次外贸企业出国抢单收效甚微 五 欧盟包括英国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2022年1至9月美国从欧盟进口4490亿美元 从中国进口4180亿美元 第二大位北美贸易联盟如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将为第三 以前对美出口中国是第一 现在已经调整成欧盟第一 北美第二 然后中国将为第三了 你想吧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的对外出口呀 光美国市场就是占了它一半以上 那么它在美国市场地位的降低 就意味着它在全球的这个出口市场份额的降低 六 中国的制造成本总体出现高于美国的趋势 除了人工工资低于美国 其他均高于美国 这个我在这就不详细分析了 有关中美成本的比较呢 好歹忘老爷子呢 曾经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说明 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呀 已经远远的高于了美国 因为首先它房产价格高于美国 然后地方的各项税收能源成本都高于美国 还有最大的一块腐败性的支出 这个使它的成本优势呀 已经失去了 第八呢 中美间集装箱货运价格断崖式下跌 第九 戴尔公司准备弃用中国芯片 第十 新加坡已取代香港成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 据欧洲德国之声报道 虽然中国近期开放了疫情防控 但欧盟投资者仍然开始冷淡中国 青睐东南亚国家 欧盟东盟委员会轮值主席说 和中国脱钩产业链多样化决策已经做出 而东南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欧盟投资者们认为 中国变得不可预测 不可信赖 并且效率也不再那么高了 欧盟如今投资中国的主要是大众 宝马 奔驰等大企业 占了总投资的70% 这些所谓高档豪华车的产业 在世界其他国家基本已属于西洋产业 其主要市场在中国 但如果台海出现战事 欧洲投资者的利益会出现巨大风险 因为那时欧洲不会不跟随美国一致行动 比如对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制裁 欧洲的投资者们当然会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由奥巴马最初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和TPP供应链战略 在经过川普四年中断后 随着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又开始实施 并且对中国更加严苛 TPP已经扩展成为IPEF 印太经济框架 再加上太平洋经济圈 欧美 北美经济圈 美墨加围堵中国经济已经形成闭环 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已经成为定居 这个是登在知乎上的一篇文章 国内各个网站都在转载 可以说这篇文章讲的是有理有据 它关键是拿数据在这说话 不是来分析这个大形势 大形势谁都能感觉到 但是它真实的数据是多少呢 那么人家把这几组数据往这一放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大势已去 那么它对内这个房地产 它肯定是搞不动了 然后对外出口在一垮台 然后还有以前所说的这个基建 难道说还有什么可搞的吗 所以中国四十年的好运 已经被习近平败完了 也可以说国运到此就转弯了 开始急速的往下降 那么它还能撑多少时间呢 那要看中共的技术到底有多久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